西盟和国盟在大选结束之后 积极拉拢国阵和组政府 那如今国阵最大党巫统终于有了决定 巫统最高理事会决议 同意加入团结政府 但是强调这个政府必须由非国盟来领导 巫统总秘书拿多斯里阿末马斯兰 在历时将近五个小时的巫统最高理事会议结束之后 发文告宣布五项一决 包括将遵从国家元首的建议 同意加入和成立一个稳定繁荣的联合政府 虽然没有严明是否会支持西盟 但是声明强调巫统所支持的政权将会是非国盟 理事会也同意所有胜选的党代表 必须遵从元首支持的团结政府 另外巫统最高理事会也坚定支持阿末扎西 继续担任国阵和巫统主席 同时宣布巫统将会从12月21号开始 一连四天召开代表大会 敌尾 3 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